年末将近,娱乐圈明星们的行程也越来越紧张 杨幂前晚参加了一场品牌时尚party 在群访环节就说自己参加完party就马上回横店拍戏 并且跨年那天也要工作,不能和家人度过 在另一个活动采访中,大咪咪也吐槽了自己工作太忙,欠了很多债 等扶摇一拍完就要马上还债 想来大咪咪这么久没见到家人,应该是思念老公和女儿 不要拍完,然后就是还债 因为在剧有的时候基本上没请假,所以欠了很多债 忙碌到没办法陪女儿的大咪咪,把时间精力都献给了工作和粉丝 经常在微博上撩粉撩的风生水起 但是她在杂志采访中却一脸无辜的说自己其实很被动 她才是被撩的那个哦,而且撩妹而不自知的大咪咪 还是一个爱操心员工大事的亲老板呢 我没有在撩她们,她们想太多了,她们都是她们主动的 我都是很被动的,对对对 我是一个会操心的人嘛,是啊 我很操心我身边的同事的一些终身大事啊什么的 有这样为自己操心,还帮自己跟爱豆合影的老板 大秘密身边的工作人员真是让人羡慕几度恨啊